各位弟兄姊妹 平安 好 感谢神 让我能够有机会 和大家继续分享 讲解神的话语 今天的主题和经文 我希望透过诗篇22篇 和大家一起去细心思想 关于敬畏上主的课题 敬畏上主的主题 现在去到第6到第13讲 是一个八个讲道的系列 也是教导我们思想 如何去过一个敬畏上主的生活 而第一讲 也都是我自己相信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去赞美神 想起近年时间 可能我们放完寿府节 复活节的假期 更加还有清明的公假 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 都是精打细算的 就发现到 请三天假 可以放足10天 于是把机会 就是去到旅行、外游等等 近期的天气又让我想起 唐代诗人 盗牧的诗句 清明、时节 雨昏昏 路上行人欲断云 古人可能因为 数目纪念先人的缘故 心情不好 但现在社会就不同了 可能因为 个人旅行之后 捨得上班 学生不捨得上学 没有什么心机 或者北上大湾区消费过关的时候 排队排到肉断云 当我们放完假 回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 需要收拾心情 去怀着敬畏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赞美 而赞美神 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 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 就算未认识耶稣的人 他们来到教会聚会 第一个印象都是觉得 教会唱诗歌的 或者我们信徒 不论在成长班里面 崇拜 甚至刚刚4月1号的教会 日营旅行 都不少得 一定会有诗歌的环节 虽然赞美神 不是一定要限于用音乐 用诗歌的 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赞美的 大兄姊妹 或者你初信 栽培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 祈祷手 五只手指 代表五样东西 第一个手指 就是什么呢 有没有印象 要赞美 赞美行先 然后应聚 感恩 祈祷 代求 赞美行先 赞美神 作为我们属于神的指纹 和神沟通的时候 应该有的行动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神喜悦 或者期望 我们怎样去赞美祂呢 会不会有时 我有我们做 但神未必是想要这些的呢 今天我希望从两个大的角度 总和三点 和大家一起分享 探讨这个课题 让我们先读一段 诗篇二二篇的段落 是二二到二十六节的 感受啊 诗人大卫 他所表达的向神的赞美 预备 我们一起读吧 我要将你的名 传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 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 要赞美他 雅各的后裔 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后裔 都要拒怕他 因为他没有 藐视 争护 受苦的人 也没有向他 掩面 那受苦之人 呼吁的时候 他就谁听 我在大会中 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 敬畏耶和华的人 面前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 必吃得饱足 寻购耶和华的人 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 永远活着 在我继续讲解之前 让我们先有祈祷 爱我们的天父 我感谢你 因为你刺下你的话语 你感动当日的诗人 怎样写下诗句 你要表达向神的赞美 也让我们可以参考 去到学习 天父 就求你的圣灵 开启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也让我们有这份心智 不但专心聆听 更加纳致去到行道 天父 愿以你的名德荣耀 我们祈祷奉 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在刚才我们所读 诗篇22篇 22到26节的里面 我们感受到 这位诗人 他赞美神的时候 他内心那份的欢恩 他那份感恩 喜乐 是充斥着他的 究竟他为什么 可以这样赞美呢 因为他的情感 假如换作今时今日来说 就好像我们发现了一些 很开心的事情 或者例如 最近留意到航空公司 又做了一些推广 促销 很便宜的机配 去到东南亚的时候 就快点把这个好消息 发给自己的家人 朋友 这种 这种知道了 发现了好的事情 他着弱的分享 喜乐的时候 看来就是诗篇22篇中 是诗人所描绘的图画了 我们的赞美 除了客观上 是因为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是值得我们献上赞美之外 更加是因为 我们和这位神有一个关系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刚才在段落里面 第23节那里提到 不论当时以色列的支派 是亚国的后裔 或者是普世里面 认识和敬畏而和话的人 这帮神的子民 都需要献上赞美 而是一起来赞美 在这里我问问大家 有多少人呢 3月29日、3月尾的时候 有参加我们教会的 受苦节的音乐崇拜的 举手看看 也不少 在当中有哪些 参加过4月1日教会日营的呢 那我们又举手看看 少一点了 但是我们那天日营 就是800人坐满过整个礼堂 或者我们3月29日 受苦节的音乐崇拜 整个礼堂都坐满了千多人 当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 那种同心合意 把诗歌献给神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 一种很微妙的 属灵上面的触动 这个不单是因为人多 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唱得好听 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同心合意 献上神所月纳的祭的时候 那一份在属灵里面与神相交的一种喜乐 以崇拜河的角度来说 是神招聚他的子民 去到他的面前要敬拜 这个相对于我们坊间那些演唱会 很多人都去参加捧场的那些观众 支持欣赏他们的明星表演 但是在崇拜里面 我们各位并不是观众 我们同样都是演出者 我们将诗歌呈现给神 神就是我们赞美的时候 唯一的观众 而这个唯一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赞美的原因 或者当中的素材 都是来自神的 正如刚才我们所读 第25节那里提到 我在大会中聚集的时候 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意思就是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不单止我们的目光 心目中的焦点向着神 而更加因为我们被拯救 生命无因为保守 我们由神领受各样的福气 甚至让我们生命成长的试炼困难 都是神所容许的赐予的 在第24节那里 我们看到神是看顾那些受苦的人 当受苦的人呼吁向神祷告的时候 呼求的时候 神就会随听 这个不单止对于我们 在当中是有各样的困难 受苦的人当中 我们对神有这份信靠 就算你觉得 我现在不是很受苦 所有事情都很好 很平安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你就应该感恩 正如第25节 下半节那里提到 我要在敬畏要和人的面前 还我的愿 这个是对你的提醒 因为感恩 也要赞美神 也需要有一份谦卑的心灵 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蒙到这么多的恩典 在我的诗篇22篇 看到诗人能够可以这么喜乐 而在赞美神的学习里面 有很多方面 我选择两个方面 跟大家来到去思想 去进步 因为我们当知道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不单止看我们的外貌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避免 那些只有表面的赞美 怎样为止只有表面的赞美呢 可能是店口网 或者上司歌 或者祈祷很熟悉 那些赞美的字句 都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或者说的时候 都好像没什么感情 或者可能回到久了 三、四、五十年了 都背了出来 不过我们又试试 在唱诗的时候 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向神祝出赞美的时候 也是细心、细心 当中的歌词、意识 这个也能够帮助我们 来更加尽心地 来懂得赞美神 而另一方面 也就是近二、三十年 我们都要注意到 其实我们唱诗 虽然我们用粤语来做崇拜 但是唱诗歌不一定是粤语 是粤语的 加上我们现在、迟早 和内地的融合 假如我们能够用国语 或者另一种原语去唱 有时都可能帮助我们 更加了解的 例如我们诗班 在献诗的时候 除了献粤语之外 也会唱英语、国语、其他外语 有时我们也会练习英语的诗歌 我们转用广东话唱 转用普通话唱 或者我们唱习普通话的诗歌 以时刻用粤语 或者用英语的原文去唱的时候 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 跟世界不同的信徒接轨之外 更加是帮助我们用另外一个 更加丰富的角度 深入地理解诗词的信息 有时都会听到普遍的批评 都会觉得 粤语唱九个诗歌 不合音的 很难唱的 或者也不容易表达的 当然这个也有历史的原因 因为香港基督教的传入 都是透过西方的宣教士 所以诗歌是很自然的 都是由英语或者其他外语翻译过来的 而不单止香港 其实是内地一直这么多年来的宣教工作 翻译都是用国语的 国语白话文 以至全国的信徒 唱诗的时候可以同心合意一起去唱 这个作用跟翻译和合本的圣经一样 全国的信徒可以同样中读 背诵同样的经文 以至信徒相通的果效 用粤语 广东话来翻译做国语的诗歌 只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在香港 本色化 本土化的过程当中一个意外 甚至是不幸的 但是这个有没有阻碍 我们属灵上面的成长呢 又不像是 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 唱着这个诗歌 长大 不论是赞美神的团契 有很多的掌执 我们所尊敬的牧者 他们的属灵生命 都是被诗歌感动 去到服侍神的 而我们也知道 认识很多的特定姊妹的生命 都是藉着这些诗歌 来得到建立 而这些成果 暂时流行的诗歌 都未曾追得上的 当中的原因 不单止是因为诗歌的内容 也更加我们要看得出 向神献上赞美的人 不如会众 带领者 施班施琴 神也看我们的内心 因为要画的眼目 插篇传地 要显大能 去帮助向他 深存 诚实的人 就算用不同的方式 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 以心灵诚实 去献上赞美 第二方面和大家一起思想的 就是我们要避免 只有个人的赞美 而轻视了 忽略了 群体的赞美 现在的世代 科技发达了 开始有一个现象 其实这个现象 不单止是成证独有的 是全香港 全世界都是的了 弟兄姊妹 好像越来越多 或者情愿 去网上崇拜 于是就不回现场崇拜 所以大家 各位现在在现场的话 是很蒙恩的 但是关于网上崇拜 其实是 接着科技的发展 为什么要和大家提这件事呢 因为这个也是教会 网络模样的一环 大家可能 假如将来可能有需要 或者十年了 十五年 二十年之后 继续和城镇有联系的时候 可能透过网络 这个不是新的概念 早几十年前 在美国等的地方 已经有电视传導者 电视传導者 制作崇拜类型的节目 都有很久的历史经验了 只不过因为疫情的缘故 就普及了 和更加合理化了 但是圣经所比我们的图画 经验拜神 就是不像是坐在家里 摊在梳化上 后面都放起了脚 看着电脑 还要飞过了唱诗 听广道 还要1.25 1.5的速度 听完15分钟 于是就觉得自己做了崇拜 我相信圣经所描绘 都不是这个图画 而我们教会 在望楼中的发展 或顾念顶支援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都不是希望成为一个 大家不敬为神的工具 当中的原则 是我们需要和神的指纹群 一起去敬拜神 或者因为健康的理由 在院舍 抱怨在家中 或者你在这些创契的地区 去出差工作的时候 神知道你的情况 体谅你的需要 参加网上崇拜 也是我们牧养的期望 但是假如你是好人好者 可以回到教会的 那就必须回到教会 一起去崇拜 不要因为懒 贪方便 以致我们在当中的 让神得不着 祂当得的赞美 荣耀 或者当中的得罪神 经派是一个集体的经派 就算将来 可能我们身体 或有不同的情况 需要隔空隔时的 和神的指纹群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知道 我们就需要由头开始 在赞美上参与 将荣耀归给神 好像我们在现场一般的 除非你是功能性的 意思就是 你本身 我已经参加了崇拜 然后我重温一下诗歌 重温一下广道 或者看其他教会的广道 这些学习性的 就不算了 但是基本上 我们每个礼拜都需要 来到去在神的面前 献上赞美 或者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 向神献上赞美 那种精神在这儿 让我们成为一个 合神心意 在当中愿意 献上赞美的人 这是第一方面的 大的角度 另外一个大的角度 想和大家去看的 就是在困境当中 如何去赞美神 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篇章 都是帮助和教导 我们去赞美神的 很多很出名的 或者大家更熟悉的 为什么今天会选诗篇22篇 也是一个原因的 先有一些历史的背景 作为交代 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 觉得复活节何时结束呢 放缓复活节就结束了 不是的 但是对于主耶稣基督受苦 复活的反思 家就放缓 但是这份反思是未结束的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例如中派 也是根据圣经记载 主耶稣基督复活 第四十日升天 第五十日 圣灵降落在门道身上 去到传福音 这五十日就被称为复活节期 Easter season 当中的意思 就是让教会和信徒 去思想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复活的意义 而诗篇22篇有不少章节 我一读的时候 你立刻想起 咦?这个不是说耶稣吗? 22篇第一节 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这句诗句 就是主耶稣 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华本记载新初 就是下午三点钟 遍地黑暗的时候 主耶稣向父神呼求 诗篇22章7到8节 凡看见我的都痴笑我 他们撇嘴 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这两节的诗句 对比马拉方27章的记载 从那里经过的人 就记照耶稣 摇着头说 你借责在圣殿的 三位又重建起来的 救自己吧 假如你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来 祭司长文士 长老也是这样弃弄他 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假如他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来 我就信他 他依靠神 神要喜悦他 现在就救他 这样的基潮 诗篇22篇18节更加了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 占购 马拉方27章35节 士兵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占购分他的衣服 当新药方书 引用旧约诗篇22篇的时候 都是指向着主耶稣基督 应验着旧约的预言 这里我们起码有两个时空座标 我们看回元初诗篇22篇 在大卫写成的时间 可能是他在经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在他绝望的时候 在他被人围困的时候 攻击的时候 向神呼求 我的神我的神为甚麽离弃我 为甚麽远离不救我 这样的呼求 在犹太的传统 他们不相信 或者还未相信 主耶稣就是那位的弥赛亚 他们视大卫这个诗篇 就是预言在《二诗贴记》里的记载 犹太人民族 面对波斯帝国 奸臣疏摆之下 要对他们进行灭组的时候 神很奇妙地扭转整个局面 施行拯救的预言 而我所观察到的特别之处 也很想和童子姐妹分享的 就是我发现诗篇22篇 整篇由开始 一直讲大卫如何困境当中 如何向神呼求 到后来向神的赞美 当中并没有提到 拯救已经临到的 换句话说 一直都是私人大卫 他怀着这份信心盼望 根据神在过往 如何奇妙地 拯救他的祖宗民族的时候 向神作出这份呼求 而大卫所作出的赞美 并不是他已经尝得到好的结局 平安的结局 而是他仍然在这个困境当中 恩着对神的忠诚 而作出信心盼望的赞美 当我们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开始明白圣经其他的经文 例如在约伯记第一章 当约伯记第一章 当约伯一次过失去 他所有的生畜和财产 失去他的遗累的时候 他如何反应呢 在普通人来说 他难以自信的 约伯便起来 是根据约伯记第一章记载 撕裂外婆剃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很难想象他的心情如何 更加很难想象 他如何在困难中 说得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弟兄姊妹 我们看不看到大卫这份坚持 看不看到约伯这份坚持 到了另一个时空座标 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想一真一些 反思主耶稣基督受苦和服务的过程 父神是没有将耶稣救落十字架的 甚至在之前 主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 和缓道说 你以为我不可以求父 为我猜十二人的天使来救我吗 假如这样的话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主耶稣基督 他没有逃避困苦 他没有逃避死亡 相反 他证明 他是胜过死亡的主 是复活的主 也是这个原因 事图保罗 在哥伦多前书十五章 他这样写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既然我们有主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榜样 先行者 我们的指望 再不只是在今生 而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 所拥有 圣过死亡的权并 的能力 我们确信主耶稣基督 能够实现他的应许 就是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他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年代也因为这个原因 为何新入圣经 用碎料 来形容那些 在主里面安息 或是过身死亡的人 兄姊妹 当我们想一想 就是昨晚 你睡觉之前 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在想着什么 要搞定闹钟 叫醒子女起床 回去学校 或是要拿出什么 解冻 要预备主 又或者是明天要穿什么衣服 准备一下 或是明天要约了谁 要跟他吃晚宙之类 安排很多东西 因为你的假设 也很有信心 就知道你睡不觉 第二天会醒的 同样 假如我们将这个时空拉阔 我们整个人生 当我们知道 我们要复活 会见主面的时候 变成今时今日 我们如何赞美神 准备我们的生命 以致我们能够见主面的时候 的欢恩 就很重要了 这个并不是取决于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或者问题 是否得到解决的 或者我们的心情 是否喜乐舒畅 而是 反而是当中 我们对神那份的信靠 仰望 和忠诚 在刚刚一个星期 我去浸信会联会 开会 看到总案事李国洪牧师 李国洪牧师 也是我们刚刚在三月份 会有月会 通过 邀请他作为 按纳礼的牧师团成员之一 也心想 不如让特定姊妹 认识一下李牧师是怎样的 我顺便请他分享一下 有没有在困境当中 坚持赞美神的体会经历 那么有少少影片 李牧师早晨 早晨 想请问你有没有在困境中 仍然坚持赞美神的经历 當然有,很多年前我大哥患了一個末期的肛癌 當時整個家庭都很激動,很驚訝,沒有想過發生的事 但他在整個病的過程中信了主,也很認真地追求主 所以我們都是很感恩的 但當他的病情容易惡化的時候,他自己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掙扎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他的朋友跟他說 不如你試試這個宗教,我參加了這個宗教,去他們聚會之後 我的眼睛好了,其實你也試試沒有壞 所以我大哥當時也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 去到他們的宗教,去到他們的聚會,望一望他們發生什麼事 我大哥發現其實他們所信的神,跟聖經講的耶穌基督 跟基督教講的上帝,那個差異實在太大 所以我大哥掙扎了一些時間,他想了兩三天 他突然明白了醒悟了一件道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跟我們說,就算我信了他們的宗教 就算我的癌症得醫治 那二十年,三十年之後,我都會死的了 死了之後,我的靈魂會去哪裡呢? 我能否又見到主面呢? 當他想這件事的時候 他又清楚,他不可以跟隨這個假設 他要決定更加堅定地跟隨耶穌 所以他就想起,沒錯,這次耶穌可能醫治 我的病情越來越差 但是,我知道我的靈魂會去到主面裡 我會在永恆的角度裡面 永遠與主同在 特別聖經提到 聖經提到,復在我,身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不復 我有永生 我哥哥說,我有永生 神給永恆的生命 我想起我哥哥經歷的時候 給我很大的感觸 因為他不單止永恆堅定了他 他甚至有個力量去到癌症病房 探望一些癌症病人 在威爾斯宴裡 帶他們信耶穌 給一個永恆的拍門 有時候我想起 在人生路裡面也是 誰沒有困難 我有很多的困難 事項上都遇到不同的情況 但是,每一次當我想起 是的,我將來見主面 我向著膠像的時候 我就不介意很多的情況 我就不介意別人的誤會 不介意別人的態度 只需要主起於我所做的事情 就足夠了 所以,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就像我力量堅持在困難裡面 繼續向著膠像的時候 我就不擔心別人的眼光 我就能夠堅定地跟隨著 所以,這就是 我如何在困難裡面 繼續讚美神的分享 我從大哥裡面 吸收了一個寶怪的心理功夫 多謝大家 多謝李牧師 不知道李牧師的分享 有沒有給你一些 鼓勵呢? 或者是反思呢? 在最後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 我們為什麼要讚美神呢? 這個並不是我們的 純粹習慣 或者念口謊 或者什麼 而是我們希望 能夠可以 想起 神在我們生命上 所賜予的福氣 他帶領 保守 以致我們可以 像大衛那樣 堅決的 堅持的 讚美神 又或者在哪些方面 我們需要有所改變的 以致我們能夠更加合神心意 不但我們成為一個 更加敬畏上主的人 以致我們整體成真家 成為更加敬畏上主的一個教會 在這裡也想和大家分享 一節的詩歌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這首舊的詩歌 《清聖裡面》 也希望能夠成為 我們一起的鼓勵 詩琴幫我 曰師們 只到天哪裏 奏 我身靈充 充充充滿快樂 因耶稣已成九져我 賺美 救主幾表聲明 結晉我 旅外罪光 为何我要那种耶稣 为何祂对我宝贵 祂是我罪我的教主 祂是叫我转会 让我们一起祈祷 请救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我们也需要赞美祢 虽然我们每周回崇拜的时候 或者我们祈祷的时候 都有赞美神祢 但是有时我们需要在神祢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不足 有时候我们念口网 有时候我们都未必是真心的 只不过对齐字眼 来达成赞美的功用 天父 求祢再一次 去到结成我们的心灵 不单止遥说我们 也都似给我们能够有 能够看得到 你的大能 你的荣美 让我们能够真心的 真诚的 乐意的 喜乐的 着弱的 欢迎的 又将你当得的赞美 献成给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 更加设得如何敬畏你的人 也都让我们成为 更加设得敬畏上主的教会 我们祈祷奉我主耶稣 基督圣名其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